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做什么呢 给您做一道象牙礼籍 如果一道菜上桌之后能有象牙一般的色泽和质感 是不是会让人拍案叫绝呢 今天侯欣庆师傅就会带来这道象牙礼籍 想要在亲朋好友面前一显身手的朋友们 您可要瞧好了 需要准备的主料是胶白 猪里鸡肉 辅料有鸡蛋 姜米等 侯师傅 您是南方人 您是什么地方人 扬州人 扬州人 你看那个地方是不是产着的 产着的 这就是水里的 从小就开始 是吧 这个胶白是不是得先加工了 对 咱先把它切了 这胶白呢 对 我们先把它切成这个条 但是我们这个呢 把它切成这个葱条再用 所以说呢 这个皮呢 它的边上呢 还不好用 哦 就用中间这一段 对 这个呢 其实可以把它切片 现在都可以炒菜 都可以 都没问题 在家里咱们就不浪费了 不浪费 把它切成片 切成粒 咱炒别的吃 是吧 先切成厚片 厚片 大概一厘米左右 厚片 嗯 然后呢 然后呢 改刀切成糕 把电汤把它修了 啊 把这个葱条 哦 可以 其实我们这个菜啊 是象牙里脊啊 其实它这个白色 是吧 以后呢 再把这个里脊肉啊 切成薄片 上浆好了以后 再裹在这个胶板上 哦 就是把那个里脊肉 上浆之后 肉片骨盒在上面 就像那个那象牙似的 哎 就像那个 对对对 哦 下一步呢 我们就切里脊肉 里脊肉 里脊肉 里脊肉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后背的那 哎 也一段是 这个做成最嫩的 最嫩 最嫩 这个里脊肉呢 这个我们也是冻 冻过了一份的好切 好切 好切 好切一点 这个 你看这个 我们切这个 这个象牙里脊的使用 这个肉啊 这个热呢 宽度呢 跟这个差不多 稍微要小一点 就是肉比它 比这个要小一点 小一点 这个把脸头的这个胶板 把它露出来 露出来 可以了啊 好 这个肉啊 猪肉把它切好了以后 漂一漂血水 猪肉啊 它有一个心理 对吧 吃掉它 可是好像别的菜系啊 别的菜做起来 因为肉片 就是肉片就直接就切完 就都下锅了 是吧 洗了它的出菜以后 这个菜的色泽呀 还有这个 它的清洁都比较好 都洗 就给我们洗好的 洗好了 这洗了好几次之后 就已经白了 这个肉片呢 也要上浆 上浆 也要上浆 先少放一点盐 来点料酒 去它的腥味 料酒 或者 黄酒更好 对 黄酒更好 来一个 鸡蛋青 鸡蛋青 也可以用 蛋黄也可以用 这个菜 有一点有鸡蛋青 是吧 对 抓盈了 抓 我们这个准备工作先做好了 下一步呢 我们就把这个胶板啊 把这个肉片裹上去 这个您可以好好看啊 怎么裹 而且这个关键是 我老想 那裹上以后 它要掉了 怎么办呢 是吧 这个不会掉 因为本身它有粘性 已经上浆过了 先把这肉片铺在这个本子上 铺在本子上 然后这么转 裹 把它裹起来 我洗洗手 我也是 好 我的体会啊 这肉片一定要切得要薄 要均匀 要均匀 对 要不一会儿你裹的时候 你就知道很难受了 裹不好了 所以切的时候一定要 一定要要很细心的 你看把它切得很均匀 这样把它裹上 裹的时候呢 我理解要尽可能裹得紧一点 裹得紧一点 是吧 下锅的时候呢 它才不过下 裹完以后呢 拿手啊 捋一捏一捏 很快 主持人和侯师傅 就把所有的里脊片 都包裹在了胶白条上 然后在锅中 倒入了少量的油 就开始下一步的工序 监制了 饭店里是监制的 饭店里面直接油多一点 把它直接下油锅 捂一下油 成熟了就行了 你看这个上浆锅了以后 这个肉啊 它不会散 对 它包得很紧 包得很紧 其实这个胶白也很嫩 加热之后很快 它就成熟了 我们这个 只要把这个肉片 成熟了以后就可以了 它这个胶白呀 本来也很嫩 这个肉是不是成熟了 就一看着颜色 就可以 就能看出来 是吧 完全变了颜色 白了 说明就熟了 起锅 这个把葱姜末 葱姜末 把它煸一下 煸香了 煸出香味之后 就放 这个菜呢 其实糖醋的口味 基本上需要自来水就可以了 糖醋的菜呢 我们要来一点这个脊胃 先来点盐 来点盐 脊胃 糖醋要多一点 这个呢 是蒸姜醋 陈醋香醋都可以 最好还是用陈醋 比较好 陈醋香一点 香一点 另外您刚才放了那么多糖 您放糖醋 我就琢磨一个问题 假如说这个 老师瞧这颜色 假如说这个淮阳菜 放糖 我们不放那么多 点缀一下 这个味道是不是不递的 对 是吧 对 肯定不递 那就不叫糖醋 是吧 加一点 加点生粉 这就更稠了 是吧 但是不能加太多了 加里面可是一点一点的加 对 你看着它有点像那个老百姓说像那糖稀了那种感觉了 是吧 那就是正合适了 你看差不多了吧 再把这个原料搬进去 搬一下 你看就都粘上了 都粘上了 到最后来点香油 还有那彩椒 彩椒 这么放进去 再翻炒一下 一翻炒就锅了 好嘞 这道像牙礼姬是不是别有特色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一 胶白切去两头之后 改刀成条状 二 礼姬肉切片之后 用清水漂洗干净 加入盐 料酒 鸡蛋清 搅拌均匀 三 把礼姬肉裹在胶白条上 再下入锅中 煎至变色之后捞出 四 锅中留少许的油 下入葱姜末煸香 再加入盐 糖 醋 老抽 水淀粉 放入胶白礼姬条之后 再加入香油 彩椒 这道像牙礼姬就可以出锅了 像牙礼姬做好了 侯师傅 我来尝尝 好呗 尝尝尝尝尝这个味道 因为闻着很有特点 酸甜爽口 酸甜爽口 胶白脆爽 胶白脆 这个礼姬肉也很鲜嫩 您想 在您全家团聚的时候 如果您端上这么一刀 像牙礼姬 是不是显得很有情调 欢迎您通过微博 和我们继续交流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